53度是比较比较容易出错 这地方他是从这边 这边是有53度 如果说我今天要画这个线段的话 用那个建构线会是最快的 用建构线 如果以这一条线当成出发 然后建构线里面有个角度直接给53 这个地方这一条线就可以画出来 如果你不用建构线 当然也还有其他方法 比如说我如果以这一条线 当成是画线的基准的话 那我这边以那个绝对坐标来看的话 这样应该是几度呢 53对不对 然后 这边应该是这个角度应该是 应该是减掉 应该是两边嘛 像这两边因为这是直角三角形嘛 所以这个应该是37度 那也就是27 减掉 37度 减掉37度的话 233 3度 所以这边的话是233那你可以用什么 最简单就是基坐标 从这边画过来233度 也可以啦 两个方法我们来试试看 这地方怎么做 那 后面的这边有等分线 所以你画一条线之后 把它等分一下 前面有做过 然后呢 切切半做出来 这一题应该 不是太困难 OK 那首先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们先画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 应该没有问题 前面画很多 80 斗点 58 没问题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画这条线 那当然我刚才有讲过吧 你可以用画线 画线的话 你可以基坐标按右键 设定一下 233度按确定 直接呢 从这边拉一条线 233度 到这里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方法 第2个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建构线 点一下之后的话 对不对